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踏青时节 一天 书生李伯源独自一人出城游玩 来到一个池塘边 池塘里 鱼系青草间 悠哉游哉 池塘边 杨柳垂下绿丝涛 随风飘舞 不远处一红衣少女 十分耀眼 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 带着一贴深丫鬟 也在欣赏着如画的春光 面对眼前的美景 少女情不自禁地迎出一连 春风吹绿千枝柳 此连恰巧被旁边的书生李伯源听到 他不假思索 便对出了夏连 时雨催红万束花 夏连对得工整 也十分应景 少女抬起头 朝应答之声望去 刚巧李伯源也正在打量着少女 两人相视一笑 似金红一瞥 虽短暂 却印象深刻 如同一粒石子 投入平静的湖面 在俩人的心里 都荡起层层的涟漪 郊外游玩的人很多 俩人并未做交谈 就此擦肩而过 李伯源游心不减 离开了池塘 继续沿着小径 去往郊外赏花 既不清过了多少时辰 李伯源来到一片油菜花田 只见那漫天油菜花 一片金黄 仿佛是花的海洋 花海中闪出一红衣少女 择路前行 满身都是金黄色的花瓣 李伯源触景生情 诗心大发 迎出一连 黄花田中黄花女 女弄黄花 黄花弄女 听见吟颂的少女并未娇羞 一回眸就看到了田边的李伯源 俩人再次相视一笑 这一笑中既有惊喜 更有欣赏 佛说 前世五百年的修炼 才换来今生的一次回眸 少女沉思片刻 想到上午 池塘中鱼系青草的情景 得到灵感 对出了夏莲 青草堂内 青草鱼 鱼系青草 青草系鱼 一副妙帘 一下子拉近了俩人心里的距离 一天之中的两次见面 更让两人都觉得 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互相施礼后 俩人便攀谈起来 这一谈更觉相见恨晚 俩人都喜欢读西乡记 为书中 音音大胆追求爱情而赞赏 李伯源 只觉少女气若幽蓝 身似杨柳 鸟鸟亭亭 如同花中仙子 那少女官 李伯源思文稳重 文质彬彬 一表人才 虽没有月下老人 但有一片金黄色的花海为证 俩人互相表明爱慕之意 更换明帖 私定终身 红衣女子姓柳 自如烟 是城中富甲一方的柳云外的千金 书生姓李 自伯源 父亲为当地的同知之事 直到日头偏西 不远处的丫鬟 春香呼唤回家 俩人才恋恋不舍 依依细别 依照与如烟小姐私下的约定 回家禀明父母后 李伯源便上柳云外家提亲 事情很是顺利 门当户对 郎才女貌 两家约定在第二年中秋佳节 为两位有情人完婚 谁知 世事无常 风云突变 不久 李伯源的父亲 因病逝世 死在任上 福无双至 祸不担心 家中的管家 在买卖田地的生意上 又中饱私囊 暗中坑了李家一把 家中靠山一倒 钱财又被骗 李家很快就败落了 李伯源从父家公子 一下子变成了寒酸的穷书生 此时的李家 还寄希望柳家能信守诺言 暗示完婚 并给以资助 以便有东山再起之时 第二年的中秋 很快就要到了 李伯源提前去柳原外家商量婚事 谁知根本见不到柳原外的本人 更不要说心上人柳小姐 只有柳家的管家在接待 并口传柳原外的一句话 给李伯源 欲为家序 必带成龙 然来 柳原外乃典型的商人出身 商人重力轻易 是那贤贫爱富之人 见李家败落 已有毁婚的打算 但又担心落人口时 所以以金榜提名来做借口推托 时乃其缓兵之计 那柳原外 早已暗中为爱女 另寻得一门亲事 是那城中王财主家的公子 对此 李公子和柳小姐 都一无所知 一对有情人 都还蒙在鼓里 柳小姐 以为李公子是家里有事耽搁了 李公子只想刻苦攻读 待金榜提名时来迎娶心上人 若破书生李柏原 为了生计 更为了来年的秋为应口 为了家庭的东山再起 更为了心上人如烟小姐 无奈到街上写诗卖画 代写书信为记 一日 丫鬟春香上街 碰到李柏原 那不是李郎吗 怎么在此卖上话了 李柏原便把自己的遭遇说了 没想到 丫鬟回去一说 柳小姐还叫上劲了 我就等她 此生非她不嫁 柳小姐还拿出随身的玉镯 交给丫鬟 让她转交李柏原 拿去变卖 好友盘缠 进京赶考 并做了两句诗 用来表明心计 朝云暮雨 兴趣来 千里相思 共明月 李柏原收到如烟小姐的诗和信物 心中平添许多慰藉 对刘小姐的爱意更近一层 轻如此待我 我必不负轻 柳小姐的信物欲拙 她那里肯舍得变卖 一直待在身边 李柏然更加发愤读书 一心一意 准备来年的秋为应考 春去秋来 又过了一年 李柏原信心满满地踏上 进京的旅途 也许是上天有连人之心 家人的阴阴期望 以及自己不俗的文才功底 李柏原考试时 文思如泉涌 发挥出色 高中二甲第八名进士 寿数即逝 苦尽甘来 缠功折贵 只想快点见到如烟小姐 想家人装楼勇望 勿几回 天际时归周 争知我 以兰感触 正嫩宁愁 再说柳小姐这边 柳原外见李公子已去京城 其调虎离山之计已成 便加紧安排柳小姐 嫁给王公子 谁知 柳小姐虽为女儿身 但外柔内刚 誓死不从 在一个月明之夜 离家出走 头水自尽在与李公子相遇的那方 青草之堂里 那是他们的相识之地 此时尽成了他们的永别之所 李柏原快马加鞭地赶到李家 得到的却是如烟小姐头水身亡的噩耗 人一下子便瘫在了地上 响起于柳小姐的点点滴滴 气不成声 从别后 一相逢 几回回魂梦与君同 我如今已兑现金榜提名的诺言 但是家人何在 十年之后 李柏原外放作了一名监察御史 虽事业有成 但心里依旧成空 常常在夜深人静 静静看着那只玉镯 一人独坐以相思 情到深处 念出与柳小姐相遇的那副定情之脸 黄花田中黄花女 女弄黄花 黄花弄女 朦朦胧胧胧中 仿佛又置身在那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中 一位鸟鸟婷婷的红衣少女 正向她款款走来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